各位好 这里是WTV News正点播报 我是裴函 今天是2019年5月6号星期一 农历的4月初二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西兰全国各主要城市明天的天气状况 明天星期二 奥克兰将会是晴见多云的天气 最高温度是20度 最低温13度 首都惠灵顿明天是多云天气10到18度 哈密尔顿明天晴见多云 气温是8到20度 南岛基督城明天是阴天 气温是7到16度 好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有新西兰企业主表示 四天的工作制让员工的工作效率上升了40% 每周四天工作制的做法在欧洲是越来越受到欢迎了 一家尝试过四天工作制的新西兰企业就表示 这在新西兰也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 为了帮助新西兰人更好的平衡工作和生活 现在大约是有20家公司是在尝试四天工作制 与此同时 这些员工仍然是拿到了全额的薪水 其中一家公司就表示 四天工作制带来了很多好处 那么这家公司的创始人Angelo Berners就表示 我们看到员工的工作效率上升了40% 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度提高了50% 员工的压力水平也明显下降了 那么这家公司的更多人就表示 同样的工作内容用四天完成比用五天更好 公司的创始人还表示 促使他这么做的原因是英国的一项调查显示 人们每天的有效工作时间其实只有两个半小时 而加拿大人更加离谱 每天有效工作时间是一个半小时 他说 实际上新西兰人要做的事是每天增加45分钟的额外有效工作时间就可以了 Angelo Berners就对媒体表示 缩短工作时间是送给员工的一种礼物以换取工作效率 他表示 执行了四天的工作日之后 利用工作时间浏览各种网站的人数减少了35% 原本预料这个数据会下降20% 但是结果令人感到惊喜 因此 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就表示 提供灵活的上班时间 有充分的预见性来保护员工的权益 对企业的生存也是大有帮助的 那么他还说 如果企业真正的理解这一点 他们的工作产出比会更高 员工也将会更加健康 更加快乐 好 来看下一条 新西兰国民冰淇淋品牌Tip Top的命运很快就会被揭晓了 澳大利亚媒体就透露 恒天然出售Tip Top的交易 5月终究将完成 四家外国企业是潜在的买家 虽然花落谁家还不能确定 但是Tip Top已经注定不会再是新西兰品牌了 目前澳洲媒体认为 Tip Top的估值是在2.5亿到3亿纽币之间 去年12月 新西兰乳液巨头恒天然 确定将会将Tip Top上市出售 当时恒天然录得多年来的第一个年度亏损 1.96亿纽币 亏损原因是受累于在中国投资的企业被英美经营不善 另一个则是当年肉毒赶军误报引发的向达能公司的赔偿 恒天然在宣布出售Tip Top的时候就表示 出售这家公司将简化公司的运营流程 并且减少债务 根据了解 2018到19年财年结束的时候 预计这家公司的债务会减少48% 大约也就是8亿纽币 那么恒天然是在2001年成立的同一年就购入了Tip Top Tip Top最近的一个财年的年销售额大约是1.5亿纽币 好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澳洲的新闻 在过去的50多年当中 澳大利亚房地产是全球投资回报最佳的资产之一 平均价格是上涨了60多倍 所以不少炒房客也是赚得盆满钵满 但是疯狂的楼市透支了澳大利亚人的购买力 早在2016年就有调查就表示 澳大利亚人的住房的自有率已经不足65% 在千禧一代中该数字更是只有28% 而最新的数据就显示 澳大利亚人的自有住房率仍然在下跌当中 如今随着澳大利亚逐渐收紧这个投资和移民的政策 狂欢了50多年的澳大利亚楼市也是终于走到了转折点 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公布的住房价格数据 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澳大利亚整体的房价水平下跌了5.1% 其中澳大利亚最繁荣的房地产市场 悉尼则是直接下跌了13.2% 即使是在当年金融危机的时期 澳大利亚房价的跌幅也是没有超过4.6% 其中澳大利亚几大城市下跌的程度是远远高于平均水平 悉尼今年3月份的房价是下跌了0.9% 较2017年中期的峰值是下跌了13.9% 而墨尔本的房价在3月下跌了0.8% 较峰值下跌了10.3% 澳大利亚把这波楼市的寒冬归结于外资的立场 好 这里是WTV News正点播报 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我是裴翰 再会